我的天哪 有人在树下捡到了一个蝴蝶土块 里面不仅能挖到晶莹剔透的宝石 最幸运的人还能挖到水晶蝴蝶 据说有了它 就能召唤来附近的蝴蝶飞到你的手上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哪路边竟然能捡到这么多漂亮的蝴蝶土块 里面还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水晶 还有超纤细的蝴蝶水晶啊 只要有了蝴蝶水晶 竟能召唤出纤细召唤的小蝴蝶飞到我的手上来 这也太生气了吧 因为我想运用的召唤蝴蝶的能力啊 因为现在外面圈已经黑了 人们还是去找小妹部老板 因为他也会这种蝴蝶吧 走走 诶 这 这 这 粉图吧 小妹部老板 你怎么又进我家来了 你是会穿墙吗 嗯 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嗯 手上这是什么呀 草宝图啊 这个蝴蝶难为你找的蝴蝶土块的地方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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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按照藏宝图上来说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个也太黑了吧 这里真的会有蝴蝶土块吗 好黑啊 我的蝴蝶往里面走了 咱们来找找看 该不会突然冒出来一条蛇吧 诶 这是什么 蝴蝶土块 这也还是一个粉绿剑变的呢 这男孩有万个的 太好了 我要把他们全部都给拿走 不知道这里面能不能找到蝴蝶钻石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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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要乱花钱了 还买了两个土块回来 这可不是我买的 这是我在路边剪到的 这土块有什么用啊 这里可是藏着宝贝的 那些人我找给你看 为了宝子们 你们能用大拇指 同时点赞和关注吗 所以说只有1%的人能做到 要是你们能做到的话 我会给你们点赞赞的 咱们先来找这块大的 蝴蝶在身 可能就不在这里呢 小伙伴们帮我点点赞赞 宝子们 这里有个快一硬的东西 搞不好就是蝴蝶在身 没想到 竟然是一枚小贝壳 还是白做的呢 好可爱呀 咱们继续找 就掉出来了一个蓝色的石头 这颜色也太清透了吧 好好看呀 宝子们 这个颜色好像是蝴蝶的颜色 这里还有个绿色的呢 赶紧继续走 看看里面是什么 竟然又是两块小石头 这一块里面 还有一块像树叶一样的东西呢 这一块是清透的蓝色 好美呀 不过都已经找了三之一了 我还没找到蝴蝶钻石在哪呢 这个石头的颜色好好看呀 竟然是乌萌萌的蓝绿色 总之呢 你们见过这个颜色的石头吗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竟然开出了一个这么大的贝壳 还有一只超级人士的克罗米 另外还有一个橘子的石头 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找到蝴蝶钻石 会不会就在最后这块里面 咱们赶紧加把镜把它给倒开 想不想吗 这只蝴蝶已经被我全部砸碎了 虽然没有看见钻属蝴蝶 但是这里面的宝贝也太多了吧 一起来看看就抽走了些什么 没想到竟然抽到了这么多东西 这一个蝴蝶图块就砸了我三个小时啊 你这样砸太慢了 我有一个方法可以一下子找到宝贝 什么方法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你带我到外面来干嘛呀 你看我的 我帅 你看这个方法就是把我给砸碎了 对呀 这样就方便多了 等一下 这是 我没有水晶呀 对对对 这就是我要找的水晶蝴蝶 这光子也太美了吧 这应该值很多钱吧 你只值钱啊 他还能召唤来真的蝴蝶呢 他能召唤蝴蝶 我才不信啊 你的明眼就在骗我吗 谁说的 不行 你等一会就知道了 你给我看我手上有一个 我的胳膊上也有一只 还是蓝色的呢 你胳膊上有一只 我太乖了吧 我的胳膊看 我辫子上也有一只 这些蝴蝶好漂亮呀 看来这块石头 真怎么能召唤蝴蝶啊 谁给我点开 我就把这块石头送给他